台湾总统大选倒计时 国民党加大力度炮打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指控对方向来主张台独 一旦胜选的风险太高 而战争不能有万一 和平才是唯一的选项 他也强调国民党主张对台湾最有利的中间路线 保持对话把风险降到最低 星期六登场的台湾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 将这场选举标榜为战争与和平抉择的国民党 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今天携手搭档赵绍康召开国际记者会 相比昨天自家元老马英九发表的两岸关系 必须相信习近平的惊人言论 侯友宜今天似乎刻意拉开他和马英九的不同 强调一旦当选任内不会触及统一课题 但还是会和对岸保持良好沟通 降低政治分歧 稳定两岸之间的关系 而他也趁机踩民进党一脚 我相信大家很坚持认识 民进党有台独党纲以外 更重要是耐清的本身 从以前到现在 他内心的话或在写几过程讲出来了 他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所以他当选的风险 比任何人都高太多了 比任何人都高太多了 所以战争不能有万一 战争的风险一定要降到零 和平才是唯一的选项 他也批评绿营总是以一句 中国介入选举掩饰转移所有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 国民党坚决反对北京政府 以任何方式影响选举 因为台湾主张民主与自由 人民有智慧判断 而他更是主张 对台湾最有利的是中间路线 我会反对台独的 我是坚定的反对台独 那相对的 我也说反对一国两制 我是坚定的坚守台湾的民族自由制度 这才是台湾该走的中间路线 他们应该要走的这个中间路线 所以两边在整个中间的路线 当中台湾要自信自立自强 与此同时 国民党承诺会加强台美军事合作 包括军备采购 情报交换和军事训练 强化国防的军备能力 绝对是重中之重 让对岸不敢轻易挑起战事 争取维持现状 对于华府计划在台湾大选后 派代表团访问宝岛 赵绍康认为 可见美国重视这场选举 因为选举结果可能牵动台中美三方关系 而美国当然乐见祥和的台海氛围 那如果目标是和平 他相信选民心底已经有了答案 高兴在台湾 OK